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有专家注意到了这个视频 针对磁悬浮轮胎技术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毫无疑问 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技术之一 如果这项技术普及开来 将会颠覆未来人类的出行方式 另一方面 如果此技术被垄断并运用在军事装备上 也势必将会颠覆未来的战争模式 专家都发言了 全球的轮胎厂商也坐不住了 纷纷联系小伙想要重金买断专利 尤其是法国的米其林 当即就给出了2000万的高价 令人欣慰的是 这些外国的轮胎厂商全都被小伙一一拒绝 这个小伙究竟是谁 磁悬浮轮胎技术究竟有多厉害 能让这么多厂商争相买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小伙名叫拜尔克·拜布提 来自新疆哈萨克族 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 他从小十分内向 见到外人也十分腼腆 别看他性格内向 骨子里对发明却有着近乎偏执的执念 他平常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翻阅各种科技类的杂志 虽然他从杂志上领悟不到多少知识 但这种方式却能让他沉下心来构建更多起思妙想 相较于同龄的孩子而言 拜布提的生活是枯燥的 因为别人都在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时 他却已经频繁地出没于各种实验室了 兴趣是一切伟大的开始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兴趣才让他有了之后的伟大成就 在中学时 老师讲过磁悬浮列车的知识 别的孩子只是惊叹科技的伟大 但拜布提却在想 为什么磁悬浮列车没有轮子 也能带着成百上千的人高速运行 为了能弄清心中的疑惑 他除了找老师提问 还会自己去翻阅相应的物理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后 他终于弄清楚了原理 原来磁悬浮的原理就是磁铁同性相斥的特性 之所以会快 是因为他没有轮胎 自然也不会有摩擦力 而且还不会产生噪音等负面影响 这一下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如果将磁悬浮技术运用在汽车上 会不会在减少能耗的基础上 也能够增加汽车的速度 于是 发明磁悬浮轮胎的想法在他的心底生了根 他的父母知道了这个想法后 在惊叹之余也对儿子表示了支持 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需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只有这样想法才能转变成现实 拜布提的父母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儿子真能将愿望转变成了现实 本来拜布提已经将想法短暂的压制了下去 但在他高二那年 这个想法再次变得热烈 随着时代的进步 汽车已经成为了非常普及的出行工具 但随着汽车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尾气的排放会对大自然造成污染 为了能够抑制这种情况 各地也实行了现行的方法 其次是交通的压力 高峰期大堵车的场景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最后就是能源的消耗 随着油价连番上涨 也给民众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这些问题让拜布提感慨汽车技术的落后 也下定决心向传统的轮胎技术发出挑战 为了能够将想法变为现实 他开始频繁出入各大书店 各种磁铁也成为了他手中的把玩之物 同时他还将自己的想法 提交给了国家的知识产权部门 可惜拜布提只有想法 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设计图纸和原理 所以他的想法并没有通过申请 不过失败没有让他感到气馁 反而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 他开始翻阅大量的书籍 昼夜不分的绘画图纸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画了上千张 本想着能快速通过申请 但父母却在这个时候开始反对 原来当时的拜布提太执着于发明 已经忘了自己将要面临高考的事情 在父母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他只能表面上答应 但私下去还是沉迷于发明 在不知道翻阅了多少资料后 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想法 并将设计图纸再次递交给了知识产权部门 本以为万事俱备了 但申请却再次遭到了拒绝 原因是他的想法没有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因为太沉迷发明 让他在高考时发挥得一塌糊涂 最后只能入学了新疆的交通职业学校 眼看着木已成舟 父母也只是长叹一口气 除了嘱托他好好学习外 并没有继续反对他搞发明 不过这一切 对拜布提来说并不算什么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虽然拜布提并没有考上好的学校 但他坚信能力才能说明一切 就这样他再次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发明事业中 幸运的是虽然是职专 但学校却有自己需要的实验室 而且也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 就这样他读书馆实验室两点一线 如果不是学校不允许 他恨不得天天住在实验室里 他的这份执着也遭到了同学的嘲笑 别一向天开了 就你还想创造历史 你以为你的想法科学家就想不到 不过仔细想想 有多少奇思妙想就败在了这句话上 同学的冷嘲热讽 无数次的实验失败 也让拜布提开始绝望 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 不过他还是留有了一丝执着 也正是这份执着 让他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经过了无数次实验 他的想法也终于被一步步完善 于是拜布提再次向知识产权部门 提交了想法 这一次国家通过了他的申请 也下发了专利证书 这也意味着 他终于将自己的想法转变成了事实 但距离看到实物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专利获得认可后 让这个名不经传的小伙子 受到了大量关注 学校为了鼓励他继续研究 还专门给他拨发了5000元的发明基金 有任何需求也可以直接向学校提 学校的知识让拜布提欣喜若狂 心中也更加有了干劲 为了研究时不被干扰 他专门租了间房子 没日没夜的研究设计 磁悬浮轮胎 有一天 他在研发途中发现缺少了个配件 居然在两点跑到了市里购买 春去秋来 寒暑交替 拜布提这一干就是三年 这三年中 他不知多少次遭遇了失败 也不知道多少次忘记了吃饭睡觉 好在父母给予了资金支持 才让拜布提的发明 没有因为资金而停滞不前 但也正是这三年 他将磁悬浮轮胎技术 完整地设计了出来 磁悬浮轮胎的外胎 由外部钢圈永久磁铁组成 内部由钢圈电磁线圈和固定螺丝组成 外部钢圈与内部钢圈 用固定螺丝加紧 并在外部钢圈上装置上永久磁铁 内部钢圈则装上电磁线圈 他还利用磁铁的特性将轮毂与轮胎分离出了两厘米的空隙 轮毂连接汽车电瓶 轮胎则用电来提供磁场 因为有了发动机磁场双重动力 所以在减少了油耗的同时 也让汽车获得了双倍动力 另外在刹车时 轮胎也能够立即改变磁场 从而使车辆通过磁铁的特性 起到双重刹车的功效 大幅提高了安全性 更让外部提兴奋的是 它的设计成本非常少 理论上不到千元的价格 就能实现量产 磁悬浮轮胎的技术 也让各大轮胎厂商垂涎欲低 纷纷表示想要买断专利 米其林表示 想直接出资2000万 把专利收入麾下 不过这些厂商都遭到了拒绝 每个中国的少年 心中都有个强国梦 所以我要将技术留在我的国家 虽然磁悬浮轮胎目前 仅有理论支持 但国家既然通过了专利申请 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 相较于国家而言 个人能够得到了材料 技术支持实在有限 如果有国家出手 相信会很快将理论变成现实 届时将会彻底颠覆人类 出行的方式 另外如果这项技术运用在军事上 也会大幅提升军事装备的战斗力 或许也会改变未来的战争模式 少年强则国强 国家想要进步 与各种奇思妙想息息相关 如果能有更多败不提 这样的青年站出来 国家的科技又何尝不会遥遥领先 国家又何尝不会强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别忘记了 再给你点赞加订阅 それでは再来 p